狄更斯 双城记 第三卷 风宗语记 第十一章 暮色朦胧 无辜者就这样被判处了死刑 他苦命的妻子听到宣判仿佛遭到了致命一击 昏倒了 但是他没有发出一点耳声音 而他内心则有一种强有力的声音 指出唯有他必须在他不幸的时刻支持他 绝不可使他的不幸增加 这声音那么强大有力 竟使他即使受了那样强烈的打击 也很快就站立起来 法官都得去参加一个在户外举行的群众示威游行 法庭于是休庭 人们从法庭的各个通道向外涌 嘈杂急切的声音还没停歇 漏欠就站在那儿向他丈夫伸出戈备 脸上除了恋爱和抚慰之情 别无其他 我要是能摸到他该多好 我要是能拥抱他一次该多好 好公民们 你们要是对我们有那么些同情该多好 只剩下一个玉丽了 和他一起的还有昨天夜里压介他的那四个人当中的两个 还有巴塞德 人们全都冲到外边看街上的表演去了 巴塞德向其余几个提议 那就让他拥抱他吧 那不过是一会儿的事儿 这个建议得到了默许 于是他们把他从一排排座位上举到法庭的高台上 他在那儿身子靠在被告袭的隔板上 才能把他抱在怀里 再见了 我心灵上真爱的宝贝 我给我的爱人做临别祝福 我们还会再见 在困乏人得享安息的地方 他丈夫把他拥在心口 说了这番话 我经得住 亲爱的夏尔 我从上天得到支持 不要为我难过 给我们的孩子做临别的祝福吧 你替我祝福他 你替我吻他 你替我向他告别 我的丈夫 别忙 等一会儿 这时他正在从他怀里挣扎出来 我们不会分别很久 我知道这会让我渐渐心碎 但是只要可能 我就会尽我的责任 而等我瞥下他的时候 上帝会赐给他朋友的 就像他对我做的那样 他父亲原来就跟随着他 要不是达奈伸出一只手来抓住他 他就已经向他们俩跪下了 达奈喊道 别 别 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做了什么事情 竟要你向我们下跪 我们现在明白了 你内心里从前做了什么样的斗争 在你对我的家世起了疑心 弄清楚了以后 你忍受了多少痛苦 为了你亲爱的女儿 你竭力克服了本能的反感 我们结成感激你 以全部的爱和孝心感谢你 愿上天保佑你 他父亲唯一的回答是把食指插到自己的白发中去 一边乱揉乱扯 一边发出一声痛苦的呼嚎 只能这样 毫无办法 这囚犯说 所有的事情结果都凑到了一起 我一直徒劳的想履行我可怜的母亲的嘱托 就是为了履行这一嘱托 我才第一次来到你身边 这样的罪恶绝不会带来善果 这样不幸的开端自然不会有较好的结局 想开点儿 并原谅我 上帝保佑你 判决之后 他给带走的时候 他妻子放开他 站在那儿看着他 双手合拢 像在祈祷 而且脸上还有一种荣光焕发 豁然开朗的表情 甚至还带着一种令人宽慰的微笑 等他出了犯人走的门 他转过身来 深情地将投靠在他父亲胸前 刚想跟他说话 就倒在了他脚下 随后 希德尼卡屯从他一直没挪动的那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闪出 走过来把他抱起 这时只有他父亲和劳瑞先生和他在一起 他扶起他 用手臂支撑着他的头的时候 他的胳膊哆嗦了 不过他表露出来的神色 并不仅是怜悯 其中还闪着一种自豪 我是不是把他抱到马车上去 我绝不会觉得他重的 他轻轻地抱着他走向门口 并满怀柔情把他放在一辆马车里 他父亲和他们的老朋友坐进了马车 他也在车夫旁边就坐 他们到达通向大门的涌道 不多几个小时以前 他曾暗中在此流连 自己想象着他的足迹曾经落在哪些凹凸不平的街石上 这时他又把他抱起 抱着他走上通向他们屋子的楼梯 他把他放在屋里的一把躺椅上 他的孩子和普洛斯小姐俯身对他啜气 不要叫醒他 他轻声对普洛斯小姐说 他这样还好点儿 他不过是昏过去了 这样的时候别催他清醒过来 卡屯 卡屯 亲爱的卡屯 小露倩喊着 在一阵悲痛之中 跳起来 激动地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 现在你既然来了 我想 你会做些事情来帮助妈妈 救出爸爸的 看看他 亲爱的卡屯 你 也和所有爱他的人一样 能忍心看着他这样吗 他俯身对着这孩子 把他那娇嫩的脸蛋贴在他自己的脸上 他温柔地把他从身边推开 又凝视着那无知无觉的母亲 我走以前 他说到这儿 停了一下 我可以吻他吗 后来他们记起 在他弯下腰用嘴触到他的脸的时候 他咕拢了一些话 那孩子离他最近 后来他告诉他们 等他成了一位端庄的老太太的时候 还告诉他的孙儿孙女 他那时听见他说 一个你所钟爱的人的生命 他走出去 来到隔壁屋子 突然朝跟在他后边的劳瑞先生和他父亲转过身来 并对他父亲说 就在昨天 你还有很大的影响 马奈特大夫 让他至少再试一次吧 这些法官 还有所有那些有权的人 都对你很友善 而且对你的功劳都很赞赏 是不是 和夏儿有关的任何事都没有隐瞒过我 我原来怀有最大的把握 相信我可以救他出来 而且我是把他救出来过 他极为苦恼地回答 说得很慢 那么再试试 从现在到明天下午 时间不多 很短促了 可是再试试看 我打算试试 我一会儿也不会休息的 那就好了 我知道 有你那样的经历 以前是可以办大事的 虽然 他微笑着叹了口气 加上一句 从来还没有过像这样的大事 不过还是试一试吧 我们虚度光阴 生命就毫无价值 因此这件事倒是值得一搏的 即使它不值得 再把它放下 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我要直接到检察官和首席 法官那儿去 马奈特大夫说 我还要到另外那些 最好不止明道姓的人那儿去 我也要写信 还要 不过等惠尔 大街上现在正在举行庆祝活动 天黑以前谁也找不到的 那倒是真的 好吧 那顶多也不过是一种渺茫的希望 就是拖到天黑 也不会更为渺茫的 我是想知道你进行的怎么样 不过记住 我什么也不期望 你大概在什么时候能见到这些掌握生死大权的人呢 马奈特大夫 我希望天黑以后立即能见到 从现在起一两个小时之内 四点以后很快就会黑了 咱们再满打出一两个小时 如果我九点钟到劳瑞先生那儿去 我是不是可以从我们的朋友 或者从你那儿 知道你已经做了些什么 可以 祝你顺利 劳瑞先生跟着西德尼到了外屋的门前 在他要走出去的时候 拍了拍他的肩膀 使他回过身来 我不抱任何希望 劳瑞先生满腹忧愁的低声说道 我也不 如果这些人当中有哪一个 或是他们所有的人 原来还打算饶了他 这是一种最大的假设 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的命或是任何人的命又算得了什么 我也怀疑 在法庭上显示出那种情况之后 他们是否还敢再饶了他 我也这么想 我从那吼声中听到了闸刀下落的声音 劳瑞先生用戈背 是的是的 劳瑞先生擦干眼泪回答着 你做的对 但是可能再也见不着他了 根本没有真正的希望 是的 可能再也见不着他了 根本没有真正的希望 卡层应声说着 随即迈开坚定的步子下楼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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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